刚刚去超市买了几个鸡腿 给飞天补一补 下下奶 这鸡腿6块钱一个呀 好家伙 直播间猛哥给买的大鸡腿 哎呀妈呀 我这天天的怎么这么多男粉 有没有女粉啊 我的女粉们呢 起锅 不是起锅 开锅及时已到 我去 哎呦喂 浓浓的鸡汤啊这是 看看这大鸡腿多棒 飞天闻着味儿了 闻着味儿你看 小鼻子嗅来嗅去 哎呀锅盖凉 别着急飞天晾一晾啊 晾一晾太烫了 这个现在吃不了 凌晨5点多的时候 被一股恶臭惊醒 怎么回事呢 飞天在主驾驶这块 这个下面还有这块 有一点点 闹肚子了 啊好臭啊 巨臭巨臭 这天天的睡觉都睡不好啊 不是这事就是那事 是仿佞人呗 这天还是第一次在这儿拉屎 这是闹肚子憋不住的 我也没听见她叫 拉的这地儿 还特别不好收人 这太油了 吹就吹了 哎呀,打扫完了,现在6点多了,这也睡不着觉了 哎呀,飞天,飞天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拉肚子了,是不是昨天给它吃那大鸡腿吃的呀,昨天哐哐哐煮了5个鸡腿,一口气吃了2个 哎,这怎么吃出拉肚子来了啊,油水太多了,你也不管你的小狗了,飞天,你也不管你的小狗了,这都饿了,这都 哎呀,回来,别动,弄的脚上都是,我就知道你得弄身上,别动 等我洗一洗啊,别动啊 凑死了,别动啊,别动啊,我一猜我就觉得你这个弄到身上啊,别动,别动,别动,洗一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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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还哪有没有 你看看 别走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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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擦擦 救了救了 喂奶去 怎么了飞天 怎么今天不喂奶了 罢工了 叫宝宝怎么办 湿点就湿点吧 别舔了 喂奶吧 哎呀终于喂上奶了 刚才给它摁倒了 然后把这些小崽子都给它拿过来才开始喝奶 感觉今天飞天有点不舒服 飞天这两天太辛苦了 也就在外面撒泡尿的时间 然后其他时间都在喂奶 一直在这喂喂喂 这小崽子们一直在这吃吃吃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是奶水少啊 还是什么原因 你们就感觉天天都在吃吃吃吃吃这 这几乎不停啊 今天谷雨 困死了 这凹人啊 这个事挺熬人啊 等天亮了之后 洗洗脚垫 洗洗衣服吧 把座椅子坐套拆下来洗一洗 4月22日早上好朋友们 飞天这两天很好啊 然后小宝宝也都不错 这两天也没有拍视频 已经长了很大了 看看差不多比我这一只手还大 这是老五老五是最小的 他趴起来都跟我的手这么大了 非常健康的五个小宝宝 不过他的健康 小宝宝的健康还得亏了飞天呀 因为飞天真的第一次做妈妈 特别尽心尽责 前几天然后我都开始心疼了 就是他几乎24小时都在照顾孩子 然后给这五个小宝宝 这个喂喂喂奶 就是几乎没停过 然后这两天还行了 可能是有经验了 呃今天已经是17号生的 18 19 20 21 2 五天了嘛 从昨天开始第四天开始 然后他就劳逸结合了 呃该出去玩说出去玩该干嘛干嘛 不会说一直躺在那 然后喂这些 他的孩子啊 前三天不行 前三天你让他出去他都不出去 就这就那样啊 飞天呢特别特别有爱 就是特别特别 把他这几个孩子 你们看看飞天把他自己的几个孩子收拾了 特别干净啊 每一个都特别干净 经常舔来舔去舔来舔去 哎这是哎 这是老三 是鲜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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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鱼� 到拉萨之后要休整 要待至少一个月 让狗长大 这五只小狗长大之后 然后准备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然后正好到六月份 我的车就该验车了 然后在拉萨做一下年检 然后再然后就保密 来飞天 带上你的定位器 还想出去上厕所 这是昨天晚上给他蒸的鸡蛋羹 放了点火腿茬 然后还有枸杞 飞天一直在给他们舔屁屁 现在他们需要刺激屁屁 然后这个会把他们的排泄物 都给他通通吃掉 所以这几个小宝宝都特别特别干净 狗窝也很干净 这狗窝差不多两天一收拾 就会让他来说 这狗窝也很干净 这狗窝也很干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